台北是一個充滿時尚設計能量home pay的城市 很多主客觀條件讓台北在這個服裝設計 這個產業是相當有潛力 事實上台灣70%的服裝設計師都在台北 我們台北有很多這個服裝設計的產業聚落 包括在蒙甲的西元29服飾創作基地 還有在羅斯福路一段的 台北服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 永樂市場四樓還有一個T-Fashion 時尚的實驗基地 主要是給這些有服裝設計學系的學校 在那裡有一個育成中心 另外我們在花博公園還有一個台北時尚新創中心 所以事實上在台北慢慢也開始在形成這種服裝設計的產業聚落 那麼下次在我們台灣的時尚業算是一個領頭羊 成立41年我看41年 那慢慢的從這個台灣開始進軍國際 那事實上在巴黎的時尚周也登場有超過20次 所以他累積了很多這種國際的經驗 那麼這一次的設計展 主要是要跟台灣的民眾分享 我們台灣的品牌如何國際化 事實上也讓我們的市民進一步了解這個時尚產業 那台北市政府從102年開始推動這個台北好時尚的系列活動 今年是第七年 那我們也輔導了許多的設計師 不管在東京、南紐約都大放以財 那非常感謝下次這次的服裝設計展 跟我們台北市政府 台北的這個時尚設計產業攜手合作 主要目的還是希望說我們台灣的設計產業 可以進一步的提升 然後可以走向國際 那我們就讓這個台北成為一個國際城市的各種努力 盡一份心力 好 謝謝 那我想問一下市長 您覺得像以做品牌營造這樣子的一個經營台北市的角度 你怎麼幫台北市做品牌營造 其實這是很有趣的題目 你知道嗎 我後來發現 一般過去台灣都是做OEM、ODM 然後跨圖做品牌的時候 我以前問過 為什麼 為什麼 ICT產業 他還是專注在OEM、ODM 他不太敢做品牌 不管是Apple或是Cisco 他不太敢去做品牌 後來發現主要是 我們這種大廠 國際大廠大部分都可以 比方說在整個ICT產業 這第一名會存活 第二名勉強 第三名就完蛋了 可是服裝設計產業 除了做OEM、ODM 他還是有機會做品牌 為什麼過去的 我們在做OEM、ODM 代工他不敢去做品牌 因為他一旦自己開始做品牌 人家就不給他代工 可是因為ICT在整個世界產業 因為他的市場Market share 佔有力相當大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開始做品牌的時候 人家有辦法去轟殺你 可是服裝產業 也就是說 你不管多大的服裝產業 在整個世界的市場上 你那個Market share不會很大 所以也就是說 台灣在做代工產業 當我們開始跨足進入做品牌的時候 即使你本來在做代工 其他的品牌還是願意讓你做 為什麼 因為任何一個品牌 都不可能在世界上形成封殺的效果 所以台灣在服裝產業 我們有可能從過去的代工 慢慢可以跨進入這個品牌產業 這個是產業的一種討論 你怎麼問這麼難的題目是怎樣